常年七十六,周四双数年, 小德兰福传之友,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。 2024年7月25日,耶稣基督。 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说话, 正是因为要让人, 所有人能够明白。 所以不明白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信, 或者根本不愿意听, 免得要按照耶稣的教导去改变自己的生活。 他们闭了眼睛,闭了耳朵, 免得看到,免得听到, 端看人的反应。 所以主耶稣说, 凡有的,还要给他,使他富足。 但是凡没有的,连他所有的, 也要由他夺去。 天主赐给了我们信仰此珍贵的礼物, 但我们必须认真的滋养这个礼物, 信仰才不致熄灭, 凡会增长成熟。 怎样滋养我们的信德呢? 是通过祈祷默想, 读圣书和领圣事, 特别是圣体圣事, 以及履行爱德的工作。 天主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一个爱的盟约, 婚姻的关系, 但这爱的真正考验不是在蜜月期, 而是之后每天平凡的日子。 天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, 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约, 也带领他们进入福地, 但到了福地以后, 曾几何时, 他们就忘记了拯救他们的天主, 转而敬拜外邦的神明和偶像, 致使天主惊天感慨地说, 朱天, 你们对此应惊骇战力, 大为惊异, 因为我的人民犯了双重的罪恶, 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, 却给自己缺了蓄水池, 不能蓄水的漏水池, 借着一位二姓, 又是神又是人的耶稣, 我们跟天主建立了一个 比旧约以色列人的更亲密的爱德盟约, 一个许多先知和一人想看而没有看到, 想听而没有听到的盟约, 但正如夫妻如果不再用心 去滋养他们爱的关系时, 婚姻会亮起红灯, 我们也必然要花心思去滋养 跟天主的这个基于信德的爱的盟约, 上主, 在你那里才有生命的泉源。